来看到三中全会过后呢 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嘛 我就想说外媒什么时候开始来放料呢 果不其然 纽约时报在前天的时候 放出了一条重磅的消息 他是指出根据查阅了2000多份的保密文件 指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被非法吸资 而被判处13年监禁的内地富商肖建华 两人之间至少有10亿美元的投资 纽约时报有写到 肖建华是在2017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反腐行动当中被捕 但是他被抓了之后呢 他和马云的财务联系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在2020年 当马云寻求蚂蚁金服集团上市的时候呢 肖建华的明天性也控制了蚂蚁金服 大约0.1%的股份 现在图中看到的是这个肖建华呢 是一般来说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 通过寻找代理人来经过操作和交易 包括一些空壳公司以及马云的商业伙伴 甚至是大家途中看到的演员赵薇的老公黄友龙 都是主要的中间人 目前对此纽约时报的披露 来看到阿里巴巴发表声明指出 纽约时报基于合法性的存疑文件 对阿里巴巴及其旗下公司进行了虚假且未经证实的影射性报道 纽约时报的文章与公开文件以及集团记录的事实相违背 阿里就质疑他们来源的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以及相关事情的真实性要全力捍卫集团的民意 好来这个背景来带给大家 同时请教博士了 三中全会之后 我看一下纽约时报这篇报道 重提肖建华他有影射替高干子弟控制马云和阿里巴巴 亦有所指说要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经济 我想请问博士在这个时候好像这种东西又重提重炒了一下 该怎么样去做分析和解读 纽约时报这个报纸我有上去看了一下 他基本上是把部分的真实跟部分的虚假 把它混淆在一起 然后有点的危言耸听 又有点的沾到一点边 这个在新闻媒体报道里面不能算是完全真实的新闻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完全的假新闻 这个要分好几个城市来讲 他说肖建华跟高干子弟主要讲的是跟江泽民的家族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被认为是说 这个好像是有高干子弟主要是江泽民的家族的人 然后透过肖建华要来控制中国的经济 这一点命题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肖建华的明天系的财团呢 即使规模再大 都只是中国整个经济规模很小的一部分 也许说媒体会报道的很大 而且金额呢 都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还要来的大 但是在整个中国的投资金额 这个经济规模 那以及这个金融系统的规模来讲的话 这个都排不上班 所以你说肖建华能够控制中国的经济 然后高干子弟控制肖建华 这个命题无法成立 我们很客观的讲 你说哎呀不是罚款500多亿吗 动不动10亿美元啊 不要忘记中国光GDP就有18兆美元 然后要生产这18兆美元的资产 至少要5倍 18兆GDP的收入的资产至少要5倍以上 也就是中国的 应该是总资产应该超过 90兆美元才有办法 生产出这18兆美元的GDP 那90兆美元的一个资产规模 跟那个所谓十亿美元啊 什么几亿美元啊 那个哎呀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的简单一个数字跟大家说明 不能说高干子弟在江泽民时代没有涉入商场 有的啊 因为当时这个政坛上面不太接受高干子弟 在政坛上面太过火药 但是就是他们走向了企业界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各国的现象 并不只是中国是如此 你就看看 你看美国那些总统的儿子啊 女婿啊那就更不用讲了啊 还有人介入军火买卖 那就更荒唐了啊 因为有些东西不宜碰啊 那中国这方面从习近平主席上任以后呢 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这方面给他高度的赞培肯定 因为他一方面呢 约束了很多的高干子弟的行为 二方面啊 他的确让这个高干子弟啊 在中国政坛上面啊 没有办法发挥什么太大的作用 就以这个目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啊 你真的找不到高干子弟 如果硬要说有的话 我半开玩笑 说习近平主席是一个破漏的高干子弟 因为他老爸被修理得很惨 真的被修理得很惨 所以已经不算是高干子弟了 很像薄熙来嘛也被查了嘛 还有军方的啊 律才后啦都被查了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习近平主席讲对啊 打铁还要自身硬啊 共产党要长期执政 就必须要把自己锤炼成钢 那这个习主席说到做到 而且做得很好 那你说高干子弟 有没有活药在商场 有的有活药在商场 有成功有失败啊 但是我认为是只要不是非法的交易 我觉得高干子弟在商场上发展 是应该不被批评的对象才对 因为都是合法的嘛 所以喔 当然有人讲说啊你爸爸有权有势 你比较有的人脉关系 这个在美国日本英国欧洲是很常见的啊 所以我想纽西兰应该不例外啊 老爸有钱有私儿女总是比较容易有建立人脉啊 前前总理就是 前前总理管道 对前前总理 对啊 这个一定 所以我们不要把他当做好像多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回过头来谈肖建华 肖建华是北京大学的天才学生 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啊 然后我见过他一面啊 然后跟他的老婆 比较稍微见过多次面 因为是在北京的饭局里面见过的啦 因为有几次我去北京那有些商界的朋友 觉得我这个人讲话都很真实啊 也不怕民进党也不怕共产党也不怕国民党 所以他们就请我吃饭 请我聊聊 然后这个 这个有见习上有见过他们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啊 就是没有没有太多话的人啊 这个是一个一个给我的印象啊 那我要说的是说 肖建华后来的发展啊 平良心讲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的走歪路啦 有点走歪路啊 那这个歪路的过程 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了 那我就不用特别的提啊 特别的提 那现在大陆也很公平的 那么对他进行了审判跟处理了 我是觉得他有坦白 他哪些事情有交代的 蛮清楚的啊对啊 那该罚款也罚款啊 那比如说明天集团被控股 被罚款啊 550亿 这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啊 比起他所谓的犯罪金额来讲 这个也没有特别的大啊 那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啊等等啊 那个本来就是不是企业家应该做的啊 他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是用借款的名义啊 在这个商业圈里面啊 调度资金啊 然后目的是要要取得某一部分的 公司的控制权啊 这个在世界各国里面都是有禁止的规定的啊 那中共有类似的禁止的规定 那肖建华可能觉得有利可图吧 所以就大胆冒进啊 没有成功啊 那当然就犯了法 就我们就给他公平的法律啊 就是这个没什么好特别讨论的